2025年即將來臨 你的財富準備好了嗎? 想大賺千萬成為股市贏家嗎? 想要把失去的通通要回來嗎? 沒問題 1.0獨創 《玲瓏1.2.3操盤法》 帶您從500萬到5000萬 從5000萬到1億 1.0是全市場第一時間 帶家人掌握到 台積電八字頭 大跌大買的好機會 一張賺21萬 十張就是大賺210萬 紅海更是大賺一倍以上 萊一KY這一波上來 賺近85%輕鬆愉快 聯軍大賺160% 這就是1.0的威力 金寶掌握7掌錢的買點 大賺66% 神達在1.0的帶領之下 賺到了70%的獲利 冒連KY精準的抓住底部7張點 更是大賺146% 每一次只要賺20% 5次就能財富翻倍 1.0的實力 相信大家有目共睹 12月14日 唯一一場免費線上演講會 只開放300名 只開放300名喔 超前部署聚焦穩鑽無標股 等你免費來鎖取 趕緊加入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或直接撥打報名專線 02-2511-0777 02-2511-0777 穩鑽無標股 等你免費來領取 名額有限 先搶先贏喔 各位觀眾朋友 歡迎收看股市典零 來看今天台北股市 繼續往月薪位子來做回測 中場跌221點收在22903點 兼成交量是3279億元 今天盤是怎麼解析呢 現場為你邀請到兩位專家 首先歡迎到旋往城國際投顧許玉琳分析師 玉琳老師好 李玲家族家人大家好 我是1點0 第二位歡迎到陳一群分析師 一群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今天排名上官 講過港號問您先請教玉琳老師 親愛好朋友們 今天的指數形成了大跌 而且跌破了23000點的大關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接下來你要準備第一階補局 為什麼 因為目前以大盤的角度來看 月線以及季線 它都是形成了一個均線向上的走勢 所以月線也好 季線也好 它都會形成了多方的支撐 所以我昨天有說過 只要越靠近月線季線這個關卡 你都要懂得大跌大買 但是很多人都在問 1.0最近的資金真的輪動得好快喔 一下子CPO 一下子BBU 今天好像早盤BBU有點點火 但是尾盤又開始銷轟了 那除了BBU CPO之後 緊接著資安的相關概念股 1.0幫大家掌握到 01領頭的一個起漲的訊號 但是在今天大跌200點的過程當中 有一個類股你必須要勇敢來去做買進 它是誰 等一下會有獨家的交戰 那我也特別告訴大家 在這一波的AI軟實力當中 你一定要勤賊先勤王 找到領長的標的 我有沒有在0199.0的純金的效應 告訴大家 這一波的01是AI領軍 尤其是軟實力當中的一個領頭羊 在01的公高之境 今天有很多資安相關的個股 也形成了盤面的焦點 例如01之外 還有像是金城 而繼金城之購 誰能夠來去做接棒 那在這一波 第四季來看 通常都是IC設計股活膨亂掉的時間點 在IC設計當中的回神 你要特別去留意到 神盾家族右下角低基級的轉強效益 而神盾也好 或者陽智也好 甚至原相也好 下一棒該輪誰來去做佈局 而這一波的CPO 其實最早期的是光盛 光盛在高檔整理之後 今天又形成了換手之後的載溝 而光盛的換手之後的載溝 也引發著 也帶動著像是重達KY 接下來休息之後再上的態勢 所以我才會說 我知道現階段很多的投資朋友面對指數 連續的下跌 而且即將要看了所謂的月線跟季線的一個支撐的同時 不知道該如何來去做選股 所以我也說過 2025年的唯一場 尤其1點已經做好準備 所以要懂得超前部署 我要幫大家聚焦穩賺五標股 那我也特別說過 在這一波指數重挫指數回調的過程當中 週三的大福利記得加賴來領取 尤其這一波的AI軟體當中 1.0幫大家掌握到01領頭的效益 而這一波的一個集團加IC設計當中的 右下角第一基提的部分 幫大家掌握到是神盾的旗掌 而CPO由光盛來去做領軍 而接下來CPO的擴散效應又該如何來去做掌握 週三的大福利記得加賴來領取 但是很多人都沒有辦法掌握住節奏 我要跟大家講 2025年你準備好了嗎 1.0準備好了 尤其在今天大盤跌破了23000點 我就在我的盤前的訊息上面跟大家講 這一波的一個大盤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波大盤連續的一個5根黑K的下跌 你看似覺得很恐怖 但是在接下來的行情裡面 你只要有下跌 你一定要懂得站在買方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現階段的月線也好 季線也好 都形成了一個多方趨勢的向上 還有下方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半年線的一個位置點 所以越靠近季線 越靠近半年線 越靠近所謂的月線的關卡 我都會站在大跌大買的思路 但是我問大家的是要買什麼 要布局什麼 因為最近的資金輪動真的很快 尤其政府鼓勵當沖的過程當中 你知道嗎 現在的一個成交比重是3000多億 但是有三分之一都是短線的當沖客所為 也就是短線的當沖客所為 你可以發現到最近的走勢 有一些個股如果是多方趨勢 它可能會漲兩天拉回一天 或者是漲三天拉回兩天的一個態勢 但是多方趨勢沒有改變的過程當中 你要站在買方來去做低接 所以我只要問大家一件事情 我問大家 2025年你準備好了嗎 我準備好了 而且這一次1.0睽違三年要辦理一場 免費的線上分享會 這一次的免費的線上分享會 很多人都在敲碗說 這一次會在這個禮拜六的下午兩點鐘 準時來去做分享 這一次也是1.0睽違三年 辦了唯一一場的免費線上分享會 我跟大家講 我不是每個月在辦免費線上分享會的 而是在最重要的時刻點 來告訴大家 接下來我們去如何迎戰 2025年的行情 2025年的行情 你該如何操作你才能夠賺錢 尤其面對穿距變數的一個干擾之下 我特別幫大家準備好了四豪產業 什麼叫做四豪產業 而這四豪產業當中 是你接下來在2025年 你必須要掌握產業向上的態勢 才能夠讓你在接下來的一個資金的配置上面 百萬變千萬 更重要的是在這一次的12月14號 也就是這個禮拜六的下午兩點鐘的 免費線上分享會 我也特別準備了穩賺五標股 那很多人都在問 什麼叫做穩賺五標股 在目前資金輪動很快速的過程當中 你必須要有口袋名單 而這個口袋名單的穩賺五標股 也就是要讓你在2025年 行情震盪壓軌的過程當中 你跟在一點的身邊來去做低階佈局 所以穩賺五標股 讓大家免費領取之外 而這一波我也發現到 很多的同業很多的詐騙已經潛入到一點的light 所以杜絕同業杜絕詐騙 我說過你這一次一定要留下你的電話 因為在這個禮拜六的下午兩點鐘之前 我們的服務人員會給你一串 我們的免費線上演講會的網址 必須要透過電話來去做一個分享 所以我要特別告訴大家留下電話保留名額 因為我說過這一次的一個免費的線上分享會 1.0只開放300名 只開放300名名額有限 記得留下電話加入一點的light之後 才能夠保留你的名額 所以穩賺五標股讓大家免費領取 在這個禮拜六的下午兩點鐘準時來去做分享 那我也特別告訴大家的是 接下來我們該如何去踩對AI的節奏 很多人在昨天的light裡面問1.0說 1.0啊 如果我追高的鴻海該怎麼辦 好 其實鴻海我其實一開始就跟大家講 我把我手中的加碼單獲利賣出 也就是說來到221.5的一個鴻海獲利的加碼單 我們把它賣出 我賣掉的鴻海它形成了一個外資也好 投信也好的一個賣出的力道 我跟大家說過 其實鴻海它的產業前景向上 它現在最大的問題在哪 它現在最大的問題就出在籌碼 尤其這一波最強勢的神達 你必須要知道 而且你也必須要掌握到主力大戶在想什麼 在做什麼 我問大家你知不知道這一波的神達 主力在想什麼 在做什麼 你知不知道神達的多方防守價位該如何設 所以面對這樣的強勢股 你必須要做好停地的準備 而且我還特別告訴大家 如果你有神達的人 或者是你想要參與神達行情的人 主力如果真的出現了高檔賣出的訊號 這個訊號它一定會產生 而這個訊號什麼產生 怎麼事先掌握 來 AI 的一個操作策略 我會放在Lighter的首頁 這份馬賽克的資料我說過只有1.0有 也只有1.0可以從實戰的角度裡面告訴大家 該如何來去做一個掌握 那除了神達 鴻海 廣達 該如何去掌握到短線直溫止疊的訊號之外 更重要的是我說過這一波的鷹夜達 在下方有一根多方長紅的一個 多方的支撐之外 現階段欠東風 也就是說只要一根帶量長紅的突破 我認為接下來的鷹夜達 值得來去做關注 所以 AI 的一個操作策略 該如何事先掌握 該如何提前佈局 該如何掌握到最好賺的利潤 記得加入一點的Lighter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當中 那我也說過 其實跟在一點的身邊提早卡位 這一波的軟實力 這一波的AI的資安的龍頭 我也有沒有幫大家提前來去做掌握 就是這一檔3029的01 這一檔的01 我們在999純金的過程當中 帶領我們家人第一時間來去做掌握 而在第一時間出現發動訊號的時候 我是如何說 我是如何做 來 請你看關鍵精彩的VCR 還有這一波的01 我告訴大家成績單非常好 週K線級別剛剛好回測到起掌區間 週KD又在50以上的金差向上 該如何來去做一個卡位 跟上1.0買點的一個佈局 跟上1.0買點的一個佈局 親愛的好朋友們對比一下 行情連武黑K 但是我提前卡位 我提前佈局 我提前掌握的01 今天是換手在攻 再度的亮燈攻上掌停板 那你會問 2000多檔標的裡面 為什麼1.0你能夠掌握到01起掌 甚至拉拐的轉折 第一個 我們從籌碼的動向來看 你知道大戶在做什麼嗎 大戶正在做多 但是散戶正在下車 除了這樣子之外 我們可以發現到的是 在週K線級別的角度來看 它剛剛回測的起掌區間 也算是帶量突破了下降壓力線 我告訴大家 尤其這種剛剛突破下降壓力線的走勢 是非常強勁的 在AI利用卵實力的一個領導之下 它算是資安及國安的 相關受衛股的領頭羊 所以我們在第一時間來去做卡位 我們也在第一時間來去做佈局 你可以發現到這一波的01 它形成了AI卵實力當中的領頭羊之外 它也帶動到很多的資安的個股 形成了輪動的表現 那當然我也特別告訴大家 這一波的東森的盤中連線 1.0率先的幫大家來去做掌握 尤其IC設計加集團作帳的效益 幫大家掌握到神盾的擊掌 而神盾之後要特別去留意到 安國拉拐的機會 那特別去留意到 我這一波的一個神盾 在剛剛起掌的時候 我就率先來告訴大家 這一波的神盾 在第四季的作帳行情底下 它會形成了一個表態的動作 而這一波的神盾 在今天遇到了半連線的反壓之後 形成了漲多的拉回 但是後續只要量能夠增加 我認為上方的壓力 它都不會是壓力 那進神盾之外 你要特別去留意到 其實神盾家族裡面 這一檔標題 它是率先來去做表態 它是誰 它就是心頂 其實今天的心頂很簡單 它就是當沖隔日沖 它被沖下來的 你可以發現到 今天的心頂 它算是停了金錢的金高之購 形成了一個漲多的拉回 但是我認為這個漲多的拉回 剛好回測到所謂的黏線 所謂的頸線的位置點 都可以來去做偏多 來去做操作 那至於心頂之外 特別去留意到 接下來的安國的接棒效應 這個是一連轉的組合拳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的是 神盾集團當中的 右下角低機旗當中的接棒效應 除了這樣子之外 CPO當中的領頭羊 1.0再拉回來的過程當中 率先的幫大家掌握到是 仲達KY 親愛的好朋友們 今天既光盛換手之後的載功 還記不記得 就在11月29號 當仲達KY有壓迫的 買點的過程當中 我是如何事先卡位 我是如何事先布局 來請你看關鍵精彩的VCR 特別去留意到 仲達在季線附近的一個人的DJ機會 仲達在季線附近的一個人的DJ機會 親愛的好朋友 你可以發現到 這一波的仲達 它不為大盤 聯武黑K的震盪回調 它還是在五日均線之上 形成了一個多方的表態 這一波的一個仲達 它算是光通訊當中 很重要的細光子的概念 而且它算是Broadcom的一個概念股 結盟Broadcom 算是為Broadcom來去做 多款的高階產品的獨家供應商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到 這一波的仲達 我們在壓回 我們在第一時間 來去做切錄的同時 今天的仲達 還是算是排面的焦點 但是很多人都在問 2025年我們該如何卡位 該如何操作 該如何去掌握到最好賺利潤 所以我才會說 超前部署我準備好了 我要幫大家聚焦穩賺五標股之外 這一次感謝大家敲碗已久 這也算是1.0 睽違三年唯一一場的免費線上的分享會 就在這個禮拜六的下午兩點鐘 準時來去做分享 當然這一次的一個免費線上的分享會 在這個禮拜六下午兩點鐘 來去做分享之外 特別要幫大家準備了四毫產業 什麼叫做四毫產業 你知道嗎 在穿距變臉的過程當中 你必須要做好因應 而四毫產業能夠讓你在2025年百萬變千萬 更重要的是我特別幫大家準備了 穩賺五標股 什麼叫做穩賺五標股 也就是說在2025年震盪整理 甚至大幅劇烈的過程當中 你必須要有的口袋名單 而且穩賺五標股 讓你在2025年的財富能夠向上 所以穩賺五標股 在這一次禮拜六的下午兩點鐘 讓大家免費領取 但是我也知道 現階段很多的同業 很多的詐騙已經注意到1.0了 所以這一次的1.0 杜絕同業也杜絕詐騙 所以記得一定要留下電話 才能夠保留名額 因為這一次的免費的線上分享會 1.0只開放300名 只開放300名 名額有限 記得加入一點的Lite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留下電話才能夠保留名額 名額有限 記得要先搶先贏喔 那我也特別說過 其實接下來 台股的一個上漲機率 從12月份1月2月3月來看 上漲的機率很高 所以這一波 尤其來到了季線 來到了月線 來到了半年線的位置 你都要採取大跌大買的思路 甚至你可以發現到是周三 在指數連5K回調的過程當中 1.0給大家的周三大福利 記得加賴來領取 AI的一個軟體 我幫大家掌握到01的起掌效應 集團再加IC的一個低位補掌的部分 幫大家掌握到神達 而CPO的領頭羊之一當中的光盛 今天我形成了換手之後的再溝 周三的大福利 如何加賴來領取 記得加入一點的Light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那我也特別說過 在8次頭台積電 我帶領我們家人大跌大買的策略 不變的過程當中 今天的台積電 它回補了之前的多方的向上跳空缺口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台積電你不是要趁著漲去追 而是看一下它的60分鐘級別 在60分鐘級別回測到季線 回測到半年線附近 採取線股分批低階佈局的操作思路 那為什麼我要把鴻海221.5的加碼單 把它賣掉 那為什麼賣掉的鴻海今天又持續破低 來到了189 那你要知道 鴻海接下來的短線止跌的關鍵又在哪裡 而何時廣達才能夠站上300塊錢之上 那甚至呢 像是這一波的AI伺服器當作偽創 甚至技嘉 還有音業達何時才能夠出現反攻 那當然可喜可賀的 就是IC設計當中的龍頭之一的聯發科 聯發科 我在技線的位置點告訴你不要殺低 而且我也告訴你它是一個買點 緊接著聯發科表態來去做一個上攻 所以AI的一個操作思路 尤其如果你想要參與這一波亮大人氣股的神達 來注意一下 主力的多方防守價位該如何來去做掌握 以及主力高檔賣出的訊號 又該如何事先來去做一手布局呢 而鴻海也好 廣達也好 我們該如何事先去掌握大家的短線止跌止穩的觀察 而AI的操作思路 無論是偉創技嘉甚至音業達 該如何買得安心抱得放心賺得更開心 這份AI的操作實戰手冊我會放在Lider的首頁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當中 然而你一定要知道是這一波 如果就台積電的EPS的角度來看 台積電雖然11月份的營收 它沒有表現得很好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10月份的營收台積電表現得很好 但是11 12本來就是它不會表現太好的時間點 所以台積電在八字頭我們帶領我們家人來去做布局之外 更重要是你一定要踩對節奏 周三的大福利如何加賴來人舉 我幫大家掌握到01的起檔 神盾的一個低位的轉折 以及CPO當中的領頭羊之一的光盛 周三的大福利 記得加入一點的Light 8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當中 然後你一定要知道的是 緊接著什麼樣子的個股 它會形成一個接棒的效益 尤其CPO CPO明年會開始放量 而且2026年會開始形成的獲利的大成長 而這一波最早期的CPO的領頭羊就是光盛 那你可以發現到這一波的光盛 在高檔之後的換手之後的在工之後 今天又拉出一根長空 所以最純的CPO 它也受惠在美國基建的相關概念股 也吃到Google的大訂單 所以量縮回測到頸線的位置 就可以採取偏多布局的操作 那除了光盛之外呢 像是這一波 像是這一波做任天堂相關 Switch CIS的獨家供應商的原相 特別去留意到它接下來的一個接棒的機會 那當然我也特別告訴大家 除了原相之外呢 像是IC設計當中右下角低機器的揚智 大量低點有手之際就可以採取震盪低階的操作思路 甚至這一波的音業答案 我認為接下來東風來 也就是帶一量突破的長紅出現之後 它會形成一個AI資金的表態 那當然在華航今天量縮回調的過程當中 它的長紅低位還是有手 所以要特別去留意到洗盤之購換手之購的載工的態勢 那甚至這一波的聲達科 這一波的一個聲達科呢 在亮縮回測到季線的關卡之際 就可以採取一個買街低階布局的操作思路 所以我才會說60秒的小影片你訂閱了嗎 60秒的小影片能夠幫大家掌握到最近的牌面的動向 最近的台光電我們在400多塊錢幫大家60秒小影片 提前來去做掌握 還沒有訂閱 還沒有按讚 還沒有分享一點的YT頻道的好朋友們 記得訂閱 按讚跟分享 而今天的台光電呢 持續形成了攻堅 形成了表態 而台光電的上漲它也帶動到相關的 像是PCB CCL的低位的一個補漲 但是你要知道是AI的個股 為什麼賣掉221.5的鴻海 而賣掉之後的鴻海卻形成了破低 卻形成了連5K的下跌 但是從60分鐘級別的角度來看 160到168形成了重要的轉折 那如果你是早一點加入好朋友們 你可以掌握在鴻海剛剛起漲的位置點 所以鴻海接下來該如何採對節奏 如何尋找它的止跌的關鍵 記得來找1.0 所以週三的大福利 記得加來燃取 都會在1點的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當中 然而這一波的一個貌連KY 我們掌握在200多塊錢的一個起漲的機會 而這一波的貌連KY 它是沿著月線來去做攻堅向上 所以我說我準備好了 我準備好了超前部署聚焦穩賺五標股 將於這個禮拜六的下午2點鐘 準時來去做分享 解感謝大家的支持 因為這一次是1.0睽違三年 辦了唯一一場的免費的線上分享會 這一次特別幫大家準備了四豪產業 這四豪產業能夠幫大家趨吉避休 讓大家在2025年 在在行情的過程當中 能夠百萬變千萬 更重要是幫大家準備了穩賺五標股 什麼叫做穩賺五標股 也就是說在2025年正當之際 你可以買進之後財富向上的個股 但是杜絕同業 杜絕詐騙 所以這一次你一定要留下電話 才能夠保留名額 名額只開放300名 名額只開放300名 記得留下電話 加入點Lite 8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留下電話保留名額 名額記得要先搶金額 好 那麼更多操車進廣告 來繼續帶請玉琳老師 幫大家做解析 歡迎回到股市鼎鈴 這把先叫玉琳老師 情侶好朋友們 指數形成連五黑K的拉回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做好準備 所以週三的大福利 如何加大人取 都會在一點的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當中 然而我一定要問大家是 2025年你準備好了嗎 我準備好了 因為2025年到底會長什麼 而且特別1.0辦了 唯一場睽違三年的 免費線上的分享會 在這個禮拜六的下午2點鐘 準時來跟大家分享 超前部署如何聚焦穩賺五標股 特別幫大家準備了4號產業 讓大家百萬變千萬之萬 更重要是在指數震盪的過程當中 你必須要知道 穩賺五標股是讓你在2025年 財富能夠向上的個股 所以在這一次的免費線上 演講會當中 穩賺五標股 在這個禮拜六的下午2點鐘 讓大家免費來領取之外 這一次杜絕同業 杜絕詐騙 記得要留下電話 才能夠保留名額 名額只有300名 名額有限 記得要先搶先贏 那當然我也特別告訴大家 台光電60秒小比面 記得要訂閱按讚跟分享 台光電的表態之後 也帶動到了右下角 第一機器當中的金像電 形成了一個帶動向上 除了金像電之外 特別去留意到成名電的 一個接棒的力道 那當然除了成名電之外 今天的機器人大銀威 也有來去做一個 低階佈局的機會 那當然超前部署 如何聚焦穩賺五標股 在這一次唯一場的免費線上 演講會幫大家準備了 穩賺五標股 讓大家免費領取之外 記得記得 一定要留下電話 還能夠幫你保留名額 名額有限 記得一定要先搶建議 等你趕快打電話進來囉 好 非常感謝來賓的分享 小型光評論本公司所推介分析 製作表加證券 我們不讓知少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投資家獨立判斷 選順評估 並且支付投資風險 也祝您稍作勝利 我們待會 到五千萬 從五千萬到一億 1.0是全市場第一時間 待佳然掌握到 台積電八次投 大跌大買的好機會 一張賺21萬 十張就是大賺210萬 紅海更是大賺一倍以上 來一KY 這一波上來賺近85% 輕鬆愉快 聯軍大賺160% 這就是1.0的威力 金寶掌握七掌前的買點 大賺66% 神達在1.0的帶領之下 賺到了70%的獲利 冒聯KY 精準地抓住底部七掌點 更是大賺146% 每一次只要賺20% 五次就能財富翻倍 1.0的實力 相信大家有目共睹 12月14日 唯一一場免費線上演講會 只開放300名 只開放300名喔 超前部署聚焦穩鑽無表股 等你免費來索取 趕緊加入小老鼠 OK1788 小老鼠 OK1788 或直接拨打報名專線 02 2511 0777 02 2511 0777 穩鑽無表股 等你免費來領取 名額有限 先搶先贏囉